女嘉宾小黎 21岁 来自四川学生 女嘉宾小琴 22岁 来自重庆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旅游达人 是吧 是不是还有一个 自己的公众号 是的 专门做旅行的 大学同学 对吧 对 我们都是从四川那边过来了 然后在河北那边上大学 我比她大一间了 然后大一 她来我们社团的时候 然后看着她 都不像其他学弟那样 呆头呆老的 对她挺感兴趣的 后来知道她喜欢旅行 把她旅途中那些派的照片 自己写文章什么 发公众号 我就挺被她才华吸引 就特别喜欢这样的男生 然后就追她嘛 就对人下了黑手了 然后我就去研究她的爱好 然后去看她喜欢的书 三毛的什么沙哈拉的沙漠 参加价说的慈禧什么的 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我追了三个月吧 跟她表白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倒没那么困难 是吧 就仨月是吧 还挺好追的 因为她是学护理的 然后对人就特别的好 特别的体贴 很相熟了一段时间 妈觉得真的特别温暖 然后就表白的时候就答应了 今天你们是来跟我们分享 幸福的爱情的是吧 不是 不是啊 对啊 那你们说的那么甜蜜 来说说为什么来吧 那你知道我后来跟她在一起 发现她真的太自私了 她什么事 她就想要她自己 她从来不由我考虑 我为她付出那么多的感情 我为她去研究她的爱好什么的 她就不会想想我 她对你做了什么呀 她根本就没把我当女朋友 怎么没当女朋友啊 你说说人家女朋友出去 都是男朋友花钱什么的 然后她刚开始出去啊 她也会给我花钱钱 谈的恋爱就要花钱你们 就那样过节什么的 我订好餐厅 我买着礼物 我请她吃饭 你说我们平时在学校里吧 天都在一起 也没有必要 逢年过节啥的 都一定要出去吧 是啊 我过生日 人家女朋友过生日 抱着大熊回来 抱着鲜花回来 穿着新衣服 念着新包包 还时不时 红红圈发个口红啊 晒个香水什么的 我呢 我过生日啊 我抱着一摞树回来 不是挺好吗 那什么树啊 国家地理杂志啊 你也挺好啊 那些什么枯木图片啊 什么动物 什么蛇啊 那些 我都会看啊 这不是她的爱好吗 想跟你分享 对啊 你当时追我的时候 你也很喜欢这些东西啊 是吧 你说你也想跟我学习这些 想让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可聊 所以说我才会送你这些东西 是我追你的时候 我去研究你的爱好 我过生日 你都不会研究一下我的爱好 你送你喜欢的东西 你喜欢的那些东西 就什么鲜花啊 熊那些的 这也太 这个就批评你了 确实人家过生日 应该送人家喜欢的 你要了解就应该送 对吧 慢慢影响 就对我一点都不伤心 就没把我当女朋友 行行行行 你不是喜欢旅行吗 带她一起去旅行 对啊 我也带她了呀 不是挺好吗 但跟她出去之后 我发现吧 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世界的人 啊 为啥 你看她出去吧 真的走哪儿特矫情 刚一到住的地方吧 闲这儿不干净 闲那儿不干净的 你说说她带我出去 订的那地方 订的那青年旅社 啊 青年旅社不挺好吗 她把我任在那个房间 跟其他好几个陌生女人 住一块儿 那晚上脚臭的脚臭 打汗的打汗 根本就休息不好 都出来玩吧 就将就一下了 你看 我平时出门吧 以前一个人走习惯了 一个背包 一台相机我就出去了 跟她呢 左一个行李箱 右一个包子 你看里面 光鞋就好几双 还有好几套衣服 指甲油都带好几瓶 那有啥用啊那个 那我呢不是为了出去 跟她一起玩的时候 打扮好看吗 其实就是玩的方式不一样 你是旅游 对 您那是想象当中的是奢花油 它不太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俩 我就想那个女徒中 我们好好的一起感受女徒 一起输出呼呼的旅行嘛 对啊 她就把时间就赶得特别紧 我理解 所以你这个 真的好气 你说你追人的时候 你研究爱好吧 你装吧 这个伪装真的到了接触的时候 你发现面具就会一层一层地 被撕掉对不对 因为你追她的时候展现的 给她的印象 就是个旅游对吧 现在你们真在一起了 你不是旅游了 您变了 那肯定不行 所以都有反差 我相信你心里也不舒服对吧 对啊 怎么我女朋友是这样 她追我的时候 这应该是那样的 对不对 你是觉得我好不容易追到手了 你就不能珍惜我吗 就是她追到手了 她就不珍惜我 是你追人家追到手了 你就不珍惜人家了 接着研究啊 就这样 我也是她女朋友啊 她就敷衍我了 她照片什么的 她那个公共号上边的 都特别好看 可是我让她给我拍照片 上次那个大牌房前面啊 我说那个大牌房挺好看 给我拍张照片吧 拍了 那大牌房挺好看的 我在那个嘎啦角上 人本来就很多 你不仔细看都找不见我 你说你给我拍照片 你还是拍大牌房嘛 明云有好看的照片 你不挑 她偏挑那一张 最丑的来说话 上次她跟我说 我给你拍个迷人的背景吧 行 那个照片拍出来了 那背影身高一米二 腿顺六十五 那叫迷人了 你吓人了 你看她那些照片 都是那么好看的 她给我的照片 我客观地劝你一句啊 再好看的人拍出来 都没法跟美景相比 她好看 但是她呼应我呀 她就不能好看 拍不出来 别说你了 他们俩也拍不出来 你再好看的人 你拍出来的照片 你能比得过 特别漂亮的自然风光吗 她拍照技术是很好 她不对我上去 别矫情了 别矫情了 不是带你出去玩吗 有时候就特别矫情 真的都不想说了 跟我出去完全就 不是两个 都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看你看 还有啥 她就不怎么带我出去 但是她又特别喜欢出去 我就根本就找不见人 跟她就像屁股长 长了钉子一样 就瞎不滴的就找不见人 就是你老自己出去 对 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吧 我就喜欢这样的一个人出行 利用寒暑假的时间 现在跟她在一起了 就什么事都得 从着她来了 你不就得从着 我是你女朋友 你不就得将就点我吗 你说上次我就 只赖一摸地让她带我出去 行吗 带我出去了 我出去给她当小跟班去了 啥意思 就是我要背着她的包 还有给她矿相机包 我还背我自己的包 那你自己咋不背 我当时是因为拍东西嘛 我就把我的包 让她帮我提一下 你看那些好看的风景 转瞬即逝的 我吃不吃要抢那个时间 你看其他女朋友出去 谁手里提着包啊 不都男朋友提着包吗 我还提着包 还怎么拿相机 那不得磕坏了 你就在意你那些照片风景什么的 行 行 你就不该谈恋爱 你的恋爱在路上 你的女朋友是风景 刚开始不 她也说要愿意跟我一起 这不是发现真相了吗 就分开呗 不啊 都相处这么段时间了 也有感情了 行 你们什么时候毕业啊 明年 你明年 你已经毕业了 我大四了现在 要实习了嘛 行吧 那怎么打算啊 我家里边给我找我工作 我想回去实习了嘛 你是重庆的 对 我在那边 对 然后她现在又有想法了 她去一趟广州回来 她说她要去广州 因为我想去那边读研啊 她要考研 你要回家工作是吧 我就想让她跟我一起去 就是 你这看不上人家 你害人家干嘛呀你 你这孩子 我看不上她 你就是看不上 你满满地看不上 你还带她出去旅行吗 带呀 你刚才说我带她出去 我这受不了他们 就张嘴这谎言就来了 我带她出去多累赘啊 我自从有了她 带啥啊 我们也逐渐要改变吧 她也改变一点 我也改变一点 所以你希望 改变一点 她都不对我上心 怎么改变呀 你知道你听过 有把女朋友 给愣丢的男朋友吗 她就干出来了 你知道吗 我说那小吃家 挺热闹的 那人挺多的 排队买个吃的 你无头人不见了 人呢 我打电话走啊 手机在我这儿 我当时拍东西嘛 看到这儿有个好看的 拍了 前面还有一好看的 就跟上去了 然后一回头呢 人又多 就没看着她 我就往前走呗 走到路口 就接路人的电话 给她打了 还好没有失散 其实失散了是最好 打了 她是给我打电话了 半小时候才发现 我不见了 她就对我不上心 那你还不走 我醉了她这么久了 我这我到手了 那你到手了你看 一不小心 这实话就出来了 到手了是吧 所以胸向就毕露了 是吧 那我不是喜欢她吗 我喜欢她的那些才华 那你去广州吗 我去广州 她都没有为我考虑 现在没有基础 什么吃喝拉撒 都成问题了 我去干嘛呀 我去给她当陪读呢 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好吧 你就是想回去 享受既定已经安排好的事情 就不想去努力了 你看你一回去了吧 肯定不愿意出来了 一安稳下来了 你怎么还会出来奋斗呢 而且你看 你再回去工作几年 你父母是不是要逼你结婚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俩现在 在一起才是关键 我去跟你在一起了 我干嘛呢 那个工作那么好走啊 对啊 我去给你洗衣做饭 做你的老妈子 我给你当跟班 给你当老妈子去 没有啊 你也可以在那边找你的事业 你做你的 我学习 等我们俩一起毕业了 在那边一起发展 然后呢 然后就在那边安稳下来了 然后呢 结婚啊 和谁啊 和他 好吗 你信吗 他就是想他自己啊 你信吗 他就是自私啊 还走吗 还旅行吗 因为那是我的理想 对 所以说其实未来你的生活 其实更多是在路上 他的路上和你的路上 大概我听起来是两个概念 你怎么带着他呢 慢慢改变吧 改变他还是改变你啊 都互相改变一些就好了 所以说做个选择吧 你的旅行和他做个选择 可以一起啊 带着他旅行啊 可是你带着他已经烦了呀 他也不喜欢那样的方式 你喜欢那样的旅行方式吗 他什么方式 他说 青年旅社 打呼 臭脚 不喜欢 那不就完了吗 所以你是有条件的 是他按照我的标准 带我去 我是喜欢的 如果按照他喜欢的标准 带我去 我是不喜欢的 所以重点是那个旅行的方式 而不是谁带你去 所以你们都冷静一下啊 知道你追 其实追的也没有千辛万苦嘛 就是读了三个月的书嘛 然后追了个男孩嘛 就这么简单嘛 相处有多久了 两年了 在这里面肯定是有快乐的 也有不快嘛 因为大概男生的这个焦点 在你感受里 并不全在你身上 对不对 他从来就没在我身上 可是你 他就像他自己啊 对啊 可是你也不走啊 这就不怪人家了 我现在要走啊 他不放我走啊 那你就自己走嘛 所以你看他们这关系多有意思啊 男生你看 又说自己没有自由了 又说他像一个跟班一样 人家真要走的就说 求求你别走 我能改变 好矛盾 你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说这段情感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圈 小林 以前有女生追过你吗 没有 小琴 你以前追过任何的男生吗 没有 你们俩在一起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不分开就是因为不甘心 男生的不甘心是我们都出了这么久了 如果我们分开这段时间就浪费掉了 女生的不甘心是我追了你这么久 好不容易追到手了 现在就放你走 我浪费的更多 你们根本不相爱 甚至不接受对方 对于生活当中所有事物的观念 比如说就说过生日过节这件事情 男生觉得无所谓啊 那就是普通日子当中的某一天 女生觉得那一天就是有着特殊的含义啊 我们就是要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仪式感来证明我们相爱啊 好 再来说旅行 男生觉得说旅行就是去看看 去拍照 去记录生活 女生说旅行就是要体验 要感受 要和你一起 你们对同一事物 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 在对所有的事物不同认知的情况下 怎么可以在一起这么久呢 男生 你拍的那个带大门楼的照片 有一个小小的她 事实上这就是你们生活当中 她以及你们的爱情 在你的世界里的真实写照 风景是大大的 她是小小的 你的旅行是大大的 你们的爱情是小小的 你找的不是一个女朋友 你要找一个助理 这个助理要帮你拿包 我在资料上看到 让你去学车对吗 对 给他当司机 是啊 对吧 这个助理要会开车 这个助理最好自己不把自己弄丢了 反正我也不会看着她 你相机一定不会丢 对不对 对 但是人会丢 所以她不如你的那些花花草草 不如你看过的风景 不如你手里的相机 也不如你精修的每一张图 这就是在你的世界当中的她 你还有什么好不放手的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你们是误会吗 今天误会解除了 我们说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 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但是你们根本就不在一个世界里 所以不应该共同旅行 我觉得散了就散了吧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谢谢卓越老师 摄影作品都会分成是风景照和人物照 其实这就反映了这两种类型的主角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风景当中 要怎么如何反映它的极致的美 你一定注意力是在风景里 同样 但有些人性格截然不同 一个爱动 一个爱静 一个爱宅 一个爱跑 依然可以相亲相爱一辈子 对吗 但你们不行 没有多长时间就发现不行 为什么 因为姑娘其实你从头到尾 真的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热热闹闹的 讲给自己听的故事 我喜欢这样一个文艺的男青年 他拍出了很好看的照片 他有很多的旅途的故事给大家分享 哇好文艺啊 满足了我内心对这种小浪漫的追求 而其实你并不是真的欣赏它 如果你真的欣赏它 你就会想到那些美丽的图片背后 那些一段段旅途中故事的背后 一个大学生想要去用双脚走遍世界 怎么可能去住高档旅店 是有三年去一次吗 我们攒够一次钱 然后去住一个好酒店吗 当然是青年旅社啊 如果你真的喜欢它 爱它 欣赏它 这些都是你要欣赏的地方 你看我的男朋友 他是真文艺 他为了去看那个花 他可以忍受几十个小时 可能站在火车上 坐着绿皮车去 我欣赏的就是他这种 对生活的热爱 对美丽的执着 你一点都不欣赏 你看不起它 你觉得这种旅行方式太苦了 这一点都不文艺 我要的是鲜花 是浪漫 所以你也不喜欢它 你明白吗 而小伙子 其实我也一直不太清楚 你现在对他留恋的是什么 也许是他的那种热情 也许是他的主动 让你这样一个 其实很沉浸于内心世界 而且相对于他比较封闭的一个人 其实是被感染了 因为你跟风景的对话 你跟花的对话 更多的是跟自己的对话 你是一个 请乐于在自己的世界里 去享受的人 所以突然有一个热情奔放 敞开的女孩走到你身边 我相信你是会被吸引的 但是 这种吸引能不能持久 这种吸引能不能让你 真的付出行动 去爱他所爱 随他所想 去给他制造浪漫 去送他玫瑰花 我觉得你也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原因 还是因为不够喜欢 因为你们都拥有 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快乐 谢谢 谢谢杨老师 附老师 百度地图召集百万年薪的首席采集师 给你一辆越野车 一架无人机 还有一百万的年薪 这工作特别适合你吧 但是这份工作显然不适合一个有爱人的人 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一对夫妻 常年累月地以旅游作为生活的全部 所以你明明知道旅游对于你来说是全部的生活 而它不过是你的助手 而你明明知道旅游只是你的浪漫 只是生活的点缀 并不是你的全部 那为什么你们两个人要这么虚伪呢 你明明非常清楚你过不了那样的生活 偶尔的旅游可以 但大部分情况你希望像其他的女生一样 能够安安稳稳 能够偶尔有鲜花的陪伴和礼物 像我们的日常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你为什么要那么虚伪地说 我愿意跟你去旅行 你明明受不了那些所谓的 青年旅社这样的一些旅游的 穷游的那种艰苦环境 你为什么要说你可以 所以说你是一个伪文艺爱好者 为什么要装呢 你想过你自己的生活应该明白地说出来 而对于男生也是一样 你明明非常清楚 你不是带一个人去看风景 你是需要一个工作拍档 你是需要一个跟你拿包的人 你是需要一个给你开车的人 你是需要一个能够跟你一样吃苦耐劳的人 那你为什么不明白地说呢 你需要一个这样的助手 胜过于你需要一个爱人 说实在 事实就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直白地说呢 如果假设今天他妥协了 他跟你开始走上了漫长的旅途 适应了你那样的生活方式 然后你们在旅途当中 不断地发生争吵和矛盾 后来你突然遇上了一个跟你有同样爱好的女性 能够跟你既工作又恋爱 那个时候他怎么办 我想请问 所以你要爱风景 不爱美人 那你就去爱风景 不要想两者兼得那么自私 你也不要装一个伪文艺爱好者 你过不了那样的生活 就过我们凡夫俗子的日子 偶尔的旅旅游 找个男人生个孩子 成立一个自己的家庭 你过不了那样的流浪的生活 那你也得直白地说 这年头谁蒙谁 最后倒霉的都是自己 谁痛谁知道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托老师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人生不能贪婪 我问左爷老师那个问题 其实我说的就是他的心里话 再美的人 也没有你要的风景美 因为你现在的心都在你的路上 在风景里 你们自己看吧 我们只是提供我们的角度和观点 你们要想坚持或者放弃 那是你们自己的决定 我们都祝福你们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还是很希望 在未来的世界里 你能够住进来 因为毕竟都走过这么长的时间了 也经历过很多事情了 我不希望就此落下帷幕 这段时间也特别地感激你 因为觉得这段时间 也学到了很多吧 然后我也成长了很多 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看遍世间风景 刚才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很多观点意见 我觉得我这么多时间来 一直为你付出 比不上你的旅途 比不上你旅途的风景 比不上那些花花草草 可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时间到啊 两位请回吧 因为才华被一个女生喜欢 来 请官们 因为被吸引 所以就恶补 因为恶补 所以就追到了 那个吸引她的男孩 因为追到了 所以冲突就发生了 因为两个人 活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面 刚才我脑海里面就有一首歌 那首歌叫张三的歌 这首歌 最让我喜欢的 就是 我要陪你一起去流浪 走遍世界 各种的地方 你看 那个排比剧都不重要了 没有什么 心中充满无尽向往 好吧 如果你碰到一个 你认为对的人 你们俩就一起去旅行吧 如果 你想一个人旅行 那么 就请你 背好你自己的行囊走 不要耽误了别人 我们看这一队怎么选吧 请开门 抱一抱 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